北灣送無家可歸者到三藩市 Sommerfero警方道歉 北灣Sommerfero警方發言人澄清 日前該市的一名無家可歸者轉到三藩市 是Sommerfero一名警員作出的主意 經無家者本人同意後 警員上級才批准這個做法 ABC電視台星期一的新聞片段顯示 一名馬林園的警員 將一名貌似有精神問題的無家可歸者 放置在三藩市14 Avenue及Lake Street的地方 並沒有給他提供任何物品 Sommerfero警察局發言人向ABC電視台透露 他原本以為是無家可歸者才提出的要求 後來經調查後發現是警員提出的 無家可歸者接受 視頻曝光後 三藩市市府律師辦事處表示 正在調查為何Sommerfero警察局 要將人帶過遠界 視府律師邱信福指出 三藩市不是一個垃圾牆 其他司法管轄區 將一個無家可歸者 並且可能有精神問題的人士 放在住宅區的中間 又不提供任何服務和資源 實在令人困擾 Sommerfero警察局發言人 承認是有錯誤 警員不應該駕車將那名無家可歸者 送到三藩市或是縣界以外 發言人表示 駕車將某人送到另一個縣 不是Sommerfero警察局的政策 他聲稱警方已經在內部 和相關的警員 依靠批准的上司進行溝通 並且強調這不是Sommerfero警察局的一般做法 天下衛視記者 編輯報導